人心向善 国态民安 世界和平 靠我们大家共同去栽 众善因得善果 让我们共同创造善业 我们才能保佑自己的身心健康 让我们常住在世更多的度有缘众生 一起创造人间的净土世界 你们佛法在人间 看你心成不成 我们学佛道德最重要 做人要讲道德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一个根本 根本坏了 你的一切本领学问那都是没用的 所以一个人不学佛 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 你的根基不好 道德不好 你学不成佛 你都是没有在人间可以使得上 这种学佛的劲儿 所以要抛弃人间的假智慧 显现佛性的真般若呀 学佛人知道宇宇宙的真谛 那是一切不可得 人生无常 借人间虚幻之地 得人生真信佛性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学佛人他必须要真啊 因为你不真心学佛 你最后那就是骗天骗地 骗自己呀 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 一生就这么烦烦地过了 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一个活法 那才是最可怕的 一生都没有自己的规划 那么没有规划的人生 那叫拼图 有规划的人生 那叫拦图 没有目标的人生 那叫漂流 有目标的人生 那就叫奋斗 学佛人懂业障 是自己所作所为 报应的结果 一切唯心造 记住了 此心能造 此心就能灭 要想灭掉 自己心中的恶缘和业障 就要极善 就要极善 积德 修心 广结善缘 去除恶念 众善奉行 诸恶 末 没有付出 没有付出 想得到人生的改变 一切的尝试 那都是白费的 人生 首先从心理上 要改变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学心灵法门的弟子 必须心理平衡 知足常乐 常从自己的内心当中 发出好意 好的思维 别人好了 那是别人的功德 那是他前世的不得 去恭喜他 如果看见别人伤心了 受爆了 那知道那是因果 我更不能去造因 懂得皆恶果 所以那在心里 铸造成一种善良的慈悲心 就是用现在话讲 叫你的价值资产 那是一种无声 而重要的力量 让你克服人间一切烦恼障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